《无言的幽谷图文集》 《我是谁》 相隔18年 徐中茂先生把当年的黑白图片 用高科技的数位上色 重新发表 日具台湾凶残的杀戮部队 陆军第一连队 今天我想要让大家一起回顾 18年前的出版序文 《我是谁》 并且重新回到 1913到1914年的黑白相片 悲惨的年代 人生历程也过了38年 从政前 苏梅在大家的眼里面 是一位勇敢 负责不向命运低头的一员 但是那个时期的苏梅 并不了解我身体里面 血液所象征的意义 我的脑海里面 常常浮现雅记 美丽的纹脸 还有我妈妈临终的时候 招待我 必须要把她的骨灰 送回梅云部落的时候的神情 《我是谁》 我分不清楚我是谁 从政后的今年三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朋友的地方 看到一幅放大的相片 镜头前面那一刹那的影像 是一位侵略台湾的日本军人 手握着大刀 她正砍下一位 我泰雅族抗日勇士的人头 我看着看着 我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 我的泪水夺瘩而出 所有的热血是往上直冲到我的脑门 我终于清楚我是谁 无言的幽谷里面 每一幅相片 仿佛都在沉默地控诉 控诉当年的侵略者 这样的一段 我泰雅族被侵略的重大历史 我竟然是到了人生过半 才偶然发现 我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这一段历史 没有史册流传下来 绝大多数的泰雅族同胞 也并不知道 日军曾经用杀光 抢光 烧光的三光政策 摧毁我们的部落 掠夺走我们所有的土地 我记得汉族有一句谚语 亡人之族 先亡其始 所以出版这本 无言的幽谷 并不是要挑起民族的仇恨 我只是想要让 泰雅族的侄子孙孙都知道 我是谁 我们的祖先 为了要捍卫传统领域 曾经付出了大代价 日本殖民统治 退出台湾 已经57年了 我们的传统领域在哪里呢 在这里我要感谢徐周茂先生 提供这些珍贵的史料 能将这些史料 印制成册 送回泰雅族的部落 那将比现在所举办的 任何原住民活动 都更有意义 所有的族人 我们一起努力 找回我们的尊严 以及找回我们到底是谁 费答贺奏 稍贵 请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